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大乐透 大乐透的玩法 各位同学请看 大乐透是玩法是说 它是由一号到四十九号中间 然后我们的话呢 选六个号码 我们选了六个号码 各位同学必须要知道的是 请问这六个号码 有没有顺序的观念呢 它是没有的 没有 可不可以重复呢 不能重复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它的话呢 我先选一号跟先选二号 还有先选二号跟先选一号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它没有顺序观念 这就是组合 它不是排列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就这么说了 每一组排 我们要包的是全餐 都要买一张 那一共要买几张 现在是零到四十九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的组合的观念的话呢 这个题目就非常简单了 有几个号码呢 四十九个号码 我们要挑几个 挑六个 我们就是 C 四十九取六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就立刻就算出来了 总共的话呢 我们只要买的这么多张 就可以 每一种都 每一种组合都各有一张 也确认的是 一定可以重的是 头彩 二彩 什么彩都有 那么到底它有多少张呢 那它有几种 就是买一张嘛 各买一张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C四十九取六 它是一个天文数字哦 那么它怎么算的呢 是这样的 这边是四十九阶层 这边是六阶层 这边是四十三阶层 这个数字的话呢 不要小看四十九阶层 这个四十九阶层的话呢 一般的计算机 是算不出来的 那我们的话呢 继续算下去 这个的话呢 算法也只有一种方法 叫做对销 来我们看看 四十三阶层跟四十九阶层 对销之后变什么呢 四十九的话呢 变成四十九 四十八 四七 四十六 四十五 四十四 四十三还要不要呢 它不要了 因为它跟它对销了 这边就是六五四三二一 然后的话呢 再采用的是对销的方法 那我来看看的话呢 这是三五十五 这边是除一下 这是八的话呢 二四得八 八六四十八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是这边把四十八消掉 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们要买几张 就可以每一种组合 通通都有 我们要买的是 四十九 乘以四十七 再乘以四十六 再乘以三 再乘以四十四 这么多张 各位同学的话呢 每一种你都会被你买到 那这个这个数字 各位同学可以自己算一下 我们要大乐透 要包牌 那么就要买这么多张 别忘了 每一张还要五十块钱 所以还要再乘上五十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一个组合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立体 我们下期再见